欢迎小说政治,我是齐耀 在上个星期日晚上 如果你有注意听 你有注意看的话呢 你会注意到在雪州的一个地区呢 是战火连连,火光四射 当然只是形象的表达 我要讲的就是在这个淡江州一席这一边 淡江州一席在这次呢 是由这一个阿兹敏上阵 那他被视为是这个阿兹敏 重返这个政治舞台的一个踏板 那在星期日晚上的时候呢 阿兹敏当然就组织了他的这个演讲 但是其实让人眼前一亮了 或是让人很受关注的 在另一边想 西蒙这一边的这个主角 并不是阿兹敏的直接对手 所谓的这一个 雪州州武大臣的政治秘书 祖维利亚 不是他 而是阿兹敏的这个前师傅安华 安华其实在上个星期日的时候呢 他就取消掉了他本来要去登加楼的这个行程 而是指导阿兹敏的老巢 淡江这一边 就是呢 分明就是要抓所谓的叛徒 就是要整治这个叛徒 要这个阿兹敏呢 在淡江这个地方呢 不能够翻身 那我在这里呢 有看到两个媒体都有转载了 他们的这个政治演讲 我在这里呢 就播一小段 他们的这个政治演讲的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地方 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以示公平 我在播了这个安华的演讲过后呢 也会播一小段阿兹敏的演讲 大家看一下 和阿兹敏的演讲 不要 maruah kerana habuan jangkutan, tak sabar takut kalau noh Perdana Menteri dia tak akan kemana-mana tak sabar tak ada tawakal khianat sepanjang jadi Menteri hidup dengan Mahathir, bagaimana nak jatuhkan, nak gagalkan transisi daripada Mahathir ke Anu dan dia rasa dia akan jadi kebalan Perdana Menteri akhirnya, terlengkup ke bawah ahli parlamen putar lepas kita ada lebih 250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dang berlangsung pilihan raya kecil, pilihan raya negeri tetapi seluruh pemimpin Pakatan Harapan tumpu di Ulu Kelang kerana mereka tahu Ulu Kelang adalah kubu perikatan nasional di masa-masa yang kita bukan berjanji tetapi tidak menunaikan janji itu mereka siang malam berjanji tetapi sudah 8 bulan gagal menunaikan janji buka mulut berbohong belum buka muka pembohong saya bukan nak nak marah tidak geram juga sebab dia berjanji dengan kita jangan marah berbo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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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a marah sebab arahan orang berbo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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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根 第二大家不要忘记 阿兹敏这次传出来 将会是国盟 接管雪州的海豹南海 也就是如果国盟赢的话 他很可能就是这个州屋大臣 所以如果能够在 所谓的擒贼先擒王 如果能够在这一边 直接把阿兹敏打趴 直接把他打输掉 也就证明了 其实这一个国盟最有利的 代表 他们引以为傲的 这样子的一个海豹南海 可能都不能够通过 这位女将的这一关 这会对国盟的信心 有很大的创伤 而第二点 则是阿兹敏 这次上阵的淡江议席 有80%都是马来选民 换而言之 如果团结政府 有办法从淡江议席 这边的赢下的话 也就代表国盟派出了 他们觉得最好的候选人 也在他们觉得 很有胜算的地方上阵 仍然是输 这样子就可以立正说 其实 这个团结政府 在城市区 就算是马来人多的地方 也是依然能够获胜 OK 所以这一场 如果你只是派祖威利亚 去打这个阿兹敏的话 坦白讲 还是确实是有一点点的危险 但是 安华上阵 安华这样子去攻击的话 可能选情 就会有所改变了 所以 其实你谈回来 安华跟阿兹敏的 这个所谓的仕途之情 之前是那么的相爱 到现在是相恨 我只能讲 这个事情已经上升到 所谓中央权力的这种对抗了 你可以把这一个阿兹敏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想象成他就是个慕尤丁 这种中央重量级的人 去比拼 而如果这次阿兹敏 是又再一次的输掉了周一席 那也很可能将会是他 整个政治生涯的最后一站 当然我们不能讲绝对 但是追在国盟里面 会有更多的人 不愿意给他机会 就觉得他已经是过时了的领袖 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把自己的仇人 安华的仇人了结掉 安华当然是卯足权力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疫情 是非常有趣的 而他会直接影响到国盟这边的整个士气 因为这一边呢 就是他们派出的所谓的将军上阵 只要将军倒下的话呢 那势必所谓的其他州的这一些选命也好 还是这个团结政府的这个 这一些代表候选人都好 信心都会大增 那未来是真的是四年里面的 我相信雪州这边的发展 或者是团结政府对于雪州这边的掌控 都会更加的这个牢固了 OK 那就站在一个局外人看戏的角度 我会觉得这一边非常精彩 OK 所以这期的话就是跟大家聊到这边 喜欢的话订阅我们下期见 拜拜